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黃燕珍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木器上底色的方式 其實很多人會講說 木器不就是隨便上一下 上你喜歡的顏色就好了嗎 其實你一個底打得好的話 可以讓你的木器的顏色維持了很久 最重要的部分 在一個木器的作品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打底 如果你的打底沒有做好的話 幾年之後它的顏色剝落了 那剝落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木頭它其實是會持續的分泌樹脂 所以這個樹脂分泌出來之後呢 就會把顏料向外推 所以如果你裡面的封底沒有做好 不管你上面的保護器上了幾層 那個是都沒有用的 到最後你所畫的這些很漂亮的圖案 都會被這個樹脂向外推 會變得有點斑駁 它的顏料就會脫落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最最仔細的 一個木器打底的方式 我們希望大家所花的這些心血 可以保存很久遠 讓你的作品可以流傳給你的子孫 所以呢現在我們就介紹一下 我們打底需要的一些基本的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木器 當然木器你要用什麼樣的 可是都可以就看你自己囉 那畫筆的部分 你一定要選擇毛比較有彈性的 而且要讓它 就洗完畫完之後一定要把它洗乾淨 讓它隨時保持整個是很柔軟的 我這支筆已經用了非常多年了 可是我還是保持它非常的柔軟 就是每一次畫完之後一定要用洗筆液把它洗乾淨 好再來我介紹一下比較大的筆 為什麼我們要用比較大的筆 越小的筆越容易產生筆觸 所以比較大的筆你可以減少你畫的次數 所以就會讓它的整個紋路會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的清楚 所以用大概一吋或是兩吋的筆 其實當然是會比較好 我現在拿的這個是一吋 這邊這個是兩吋的 像這一支筆它本身是仿松鼠毛的 它非常的軟 可是每一次用完之後一定要用洗筆液洗乾淨 再來呢就是用持乾淨在上面稍微滴個幾滴 讓它整個浸透這時候你的毛隨時都可以保持這樣 這麼的軟Q 那為什麼這邊會剝落呢 因為仿松鼠毛的毛非常的厚 它非常的厚 所以它的保水度非常好 如果說我在使用的時候我沒有注意 我是把它泡在水裡面去使用的話 因為我這支筆也是用了非常多年 應該有至少五六年了吧 那就是有很多人會去使用 那每個人使用習慣不一樣 如果你是習慣把筆泡在水裡面的話 它吸收了這個水分往上 後面的木頭它就會吸飽水會膨脹 膨脹之後就會把外面的烤漆給讓它變得剝落了 所以看起來很醜 可是不影響它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筆維持一個很比較好的狀態 不要剝落的話就是不要盡量不要一直泡水 還有用完之後洗乾淨 然後持乾劑倒一些在上面讓它整個淨濕 可是不能太濕 稍微淨的讓它有點濕潤之後呢 你要確實的把這個上面的水分是盡量擦乾的 所以不要讓它是在保水的狀態下就這樣放著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這個調色刀 調色刀也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調色刀選擇位會選擇品質比較好的 這個調色刀本身它是很有彈性 然後它本身不鏽鋼的成分比較高 所以它非常的耐用 我們可以這樣稍微折一下 它是非常非常耐用 而且因為它的筆頭比較尖 所以在它除了調色之外呢 還可以當作繪畫的這個功能 所以調色刀當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就是我們講到這個底劑的部分 我先講一下萬用底劑 萬用底劑本身 為什麼要用萬用底劑 我們的木頭都會有纖維 所以當你使用萬用底劑的時候呢 你可以讓你的這個顏料 就是讓你的萬用底劑可以滲入到你木頭的毛細孔 它會讓你的整個纖維是被封住的 當你的纖維被封住了 你的這個樹脂就沒有辦法持續的往上推 把顏料給推走 所以萬用底劑非常非常重要 那很多人會問說要不要稀釋 其實我們的萬用底劑本身就已經有帶一點水分 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只要畫筆 你的畫筆沾濕 就可以了 畫筆沾濕 然後直接沾取萬用底劑 可是如果你今天面積很大 可能在畫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萬用底劑好像有一點點乾了 怎麼辦呢 你的畫筆可以沾一些水 可是不是要加很多的水進去萬用底劑裡面 在任何時候你覺得有點太乾 你先多沾一點萬用底劑 然後試試看 如果你覺得還是太黏了 你就加少許的水分 我們的萬用底劑裡面有抗紫外線的功能 而且它非常的黏 它可以當作拼貼膠 就是疊骨巴特的膠來使用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再來我要再介紹下一個 就是亮色底劑Light Primer Light Primer它是跟顏料和在一起 我們還有另外一款叫Dark Primer 這個是暗色底劑 亮色底劑的意思就是你要跟淺色和在一起使用 暗色底劑的意思就是跟深色和在一起使用 但是這兩個也可以加在一起 變成是一個灰色調 然後再去調和你所需要的顏料 它會讓你的顏色看起來比較接近中間色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上的顏色就是很淺的 我就單獨上亮色底劑加淺色 如果我今天要的顏色就是很深的 我就用暗色底劑加深色 那你在加的時候它的比例差不多就是底劑跟顏料1比1 這樣子去使用 然後在使用這個底劑之前呢 一定要先搖勻 這個底劑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它會有一些水分 它會有一些些顏色 然後它也會有一些填充物 那填充物是為了要把木頭的一些細小的纖維給填平 因為我們是要做打底的動作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這個亮色底劑或暗色底劑 我直接就加顏料 當然可以啊 可是你的顏料會用的比較多 顏料比較貴 底劑比較便宜 而且當你加了這個亮色底劑或暗色底劑的時候呢 它會讓你的顏色它的遮蓋力它的飽和度會更高 所以你可以減少上的層數 所以其實加這個對你們來講 它會是半功倍 它會是半功倍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你們加這個 加底劑來上會比較好一點 那記得使用前一定要搖 要把它的整個成分要搖得很均勻之後再來使用 這樣子你會覺得它的顏料變得非常的濃稠 那等一下我們會示範如何使用 再來當然很重要的就是顏色囉 這個顏料 顏料其實我在打底的時候 我很喜歡用這兩個顏色 這個顏色呢叫做Medium White 叫中間白 這個顏色叫Medium Badge 我稱它為深藕色 為什麼會說這兩個顏色呢? 這兩個顏色都是屬於中間色調 而且它本身都已經有所有的顏色在裡面 再加上不同程度的白 以Medium White中間白這個顏色來看呢 它是比較淺色 那Medium Badge這個顏色它稍微深一點點 它的明度比剛剛的這個中間白再暗一點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上的顏色是比較淺的顏色 通常我會先用Medium White中間白加上亮色底劑 1比1 當然你也可以再多加一點那個亮色底劑 讓它稍微淺一點點 亮色底劑不能取代白色 它不能當白色使用 雖然說它是帶一點白色的感覺 可是並不是真的很白 所以如果我想要讓它的那個黏性再更增加的話 我用亮色底劑加中間白 可以稍微讓它變得亮一點 明度提高 而且增加它的附著度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底色再稍微深一點點 我想要讓它稍微偏中間色 可是稍微偏暗呢 我就用Medium Badge這個顏色 這顏色非常的漂亮 它用來打底的話 會讓整個色調看起來是非常的古典的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歡用Medium Badge這個顏色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上比較暗的顏色 那你就可以用暗色底劑 你可以加任何的深色 譬如說像黑色、暗紅色、深綠色等等的 這個是都可以的 剛介紹完了這一些 我們上底色會需要用到的底劑 還有畫筆跟顏料 那我們就先來示範整個的步驟 看看要怎麼樣做一個非常漂亮非常扎實的打底 第一個呢我們要用的就是萬用底劑 萬用底劑 它真的是很萬用 你可以用它來上在任何的一個物品 譬如說像瓷器啊、玻璃啊 或是木器當然是沒問題 還有你要畫衣服 你也可以用萬用底劑來增加它的黏性 好現在我用的是萬用底劑 那因為我這個板子並不是很大 所以我用一寸的筆 在塗的時候我一開始 其實我先不會在乎它的那個方向性 我現在的目的只是先把萬用底劑塗上去 萬用底劑整個刀塗上去之後呢 我確定每個地方都有了 然後呢我就會這樣順著順著塗 從最左邊到最右邊 當然我也可以最右邊到最左邊 目的是什麼呢 是要讓它非常的均勻 接著呢你可以從側面看 它有沒有任何高起來的地方 或者是顏色不均勻 沒有塗到的 如果你看到有沒塗到的 就趕快再補上去 好我要確定每個地方都是很均勻的 那我一定要由左到右嗎 其實不一定 可是重點就是你一定要從最側端 再上到另外一端 像這樣輕輕的 我也可以上斜的 可是你一定要能夠從一端跨過另外一端 而且力道要很輕 再來呢側邊也很重要 側邊一樣要上 所有的地方都要上萬用底劑 那萬用底劑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要封住木頭的毛細孔 封住毛細孔同時可以增加它的附著度 它可以讓你後面加的這些顏料附著的更緊 側邊這邊每個地方都要塗 在塗的時候要小心不要堆積 你看這邊經常容易會堆積 因為它有一個高度 所以當你要去吹乾之前 你要確實的看一下側邊這裡 它是不是有高起來的地方 像這樣每個地方都要塗到 像這樣每個地方都要塗到 每一個部分每一個地方都要塗到 好的像這樣子整個就已經把它塗得非常的均勻了 那當然後面也要那後面我就不做示範了 這個當然我們就是要把它吹乾 吹乾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繼續做下一個步驟 那下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開始調顏色囉 我們下一個步驟就是要調顏色 我們要把這個顏色調成你所需要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中間白或者是一定要用生藕色 其實並不一定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畫直接畫法 我要畫仿油畫技法 我會在背景做很多很多的變化的時候 那我就會先用這兩個顏色 其中的一個顏色來當作打底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在背景的地方 我會做很多顏色的變化 我可能會有深色 我會有淺色 我會有中間色 那這兩個顏色都是算介於這個之間的 等於它不是很深也不是很淺 它不是非常暗沉 可是它也不是非常鮮艷 所以我們用這個顏色來當作一個打底 它是最好的 因為它的 它可以做改變的範圍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就會使用這兩個顏色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個特定的顏色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上一個粉紅色 OK 那你就先調成一個粉紅色 那粉紅色是什麼呢 它是淺色 所以你就會加亮色底劑 可是如果今天我想要畫一個比較暗沉的打底 我要讓它看起來比較古典一點 我想要上一個深綠色 OK 那你就上暗色底劑加深綠色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上一個 不是很深又不是很淺 我想要讓它調一個藍灰色 一個比較中間色調的藍灰色 那麼你可以先把你要的這個藍灰色調好之後呢 再加二分之一的亮色底劑和二分之一的暗色底劑 它這個都是可以互相去調配的 所以並不是說你只能夠在這個底色裡面 加亮色底劑或是暗色底劑 你可以兩個都加進去 讓它產生一個灰階的感覺 然後再去做調整 那我們把這個底色調好之後 你可以先塗上去 塗上去以後呢 我們就會把它吹乾對不對 吹乾之後呢 你可以再去調整 你覺得太深或太淺 你就可以再把你需要的顏色再加進去 所以一般來講我會先調一個 一個大概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應該是我要的 然後呢我就塗上去看看 把底會需要經過很多層 幾層呢 大約至少三到五層 沒有絕對的 因為每個人上的厚度不一樣 所以我會說你在要沙磨之前 你先上到看不到木紋 然後再去做沙磨 所以可能深色它遮蓋力比較強 可能你塗兩層左右 那淺色如果你又加了很多水進去 可能你需要三層四層 甚至有人真的塗得很稀 他要塗到五層 那當然等一下我會再告訴大家 要如何去判斷它的濃度 這樣子你就會更加的了解 好現在我們要開始調色 在調色之前我還要再講解幾個重點 我們看一下喔 現在呢 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留下一些萬用底氣 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把它用光 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要先確定它的黏性沒有結塊 還是都很好的 像這個邊邊這裡 其實它已經有一些結塊 我會把它刮掉 你不能讓 你不能為了節省 把這些有結塊的 你想說啊沒關係 我盡量把它用掉 千萬不要 絕對不可以 我會把它刮掉之後 擦乾淨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不會希望你等一下 上的這個底色 整個看起來 都是有很多的顆粒在裡面 所以我一定會把它的這邊 處理乾淨 我要把這個地方 確實確實確實的擦乾淨 要不然等一下 你一定會說 啊老師我這邊 為什麼會有這些屑屑 這些屑屑就是來自 你這邊已經乾掉的萬用底氣 所有的底劑 除了萬用底劑 除了持乾劑 它乾了以後 不會形成這個薄末之外 其他所有的底劑 都一定會形成一層末 所以絕對是要把它清理乾淨 好現在我這個裡面呢 已經沒有任何的屑屑 或者是顆粒 那再來呢我會用 Medium Batch這個顏色 深藕色 那你會說老師我要加多少 只是要看你這個面積有多少 再來別忘了我們說的 要把亮色底劑 或暗色底劑搖勻 搖勻之後再擠出來 大約1比1 然後破在一起 當然對初學者來講 你光是調色 光是拿這支調色刀 你都會覺得很卡 要怎麼做呢 大部分都是由外向內 外向內 由外向內 很像在炒菜 你看我們的顏料非常的濃 所以你可以加一些水 我加一些水進來 然後繼續攪拌 有的時候我會用按壓的動作 因為我們的顏料是用天然礦物色母粉去調配的 所以你在調的時候 所以你在調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真的很濃 所以為了要讓它調的很均勻 除了你加一些水之外呢 還要再這樣用按壓的方式 這樣壓的方式 把它整個調勻 不要偷懶喔 你想說沒關係啦 反正我就隨便弄一下就好了 我們希望底劑 跟這個顏料可以是充分的調勻的 底氣的份量可以比顏料稍微多一些些 這顏色非常的漂亮 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一樣用畫筆沾勻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調色刀上面的顏料 把它弄乾淨 我隨時會保持調色刀是乾淨的 所以我會用母布把它擦一下 其實都是一些小細節 你要做也可以 你不做也可以 可是我希望我的調色刀隨時是乾淨的 所以我就會把它擦乾淨 再來在塗的時候 要注意一個重點 你寧可少也不要太厚 如果你今天上的太厚 你又很急著把它吹乾 它就會形成一層薄墨 它就會變成是很像沙漠 突然間遇到太陽 一下子把水分給蒸發掉 它會變成是有裂痕 所以我們在塗的時候 也是一樣先把顏料不均勻的塗上去 沒關係 當你每個地方都塗到了 再輕輕的輕輕的輕輕的把它推開 我們可以再換不同的方向 我可以換斜的 換不同的角度 當然我也可以再換另外一個方向 這樣輕輕的塗 把它整個塗得非常的均勻 從側面看不可以有這個堆積的感覺 當然再來就是側邊 我們要像這樣子的方式 整個塗得塗 塗到看不到木紋 我們就可以去做沙模的動作 那有的人會問說 在塗之前 在塗顏色之前 需不需要先沙模 其實這個要看你本身木器的狀況 如果你的木器本身 已經事先處理的非常漂亮了 就是你可以不必做沙模的動作 你可以直接塗萬用底劑跟顏色 可是要注意一點 萬用底劑塗上去之後 它的木頭纖維會立起來 所以你會感覺到它的這個木頭 好像變得更粗了 如果你今天很很 希望它每一層都非常細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在萬用底劑之後 先沙模 可是我自己是習慣在多塗幾層顏色之後 再來做沙模的動作 反正在你要畫之前 一定要讓它是非常的光滑就對了 像這樣子 這樣子反覆的塗 你一定要塗到整個非常的飽和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沙模的動作 那為了要節省時間 我就不重複做這個部分 現在我要拿一個已經塗過顏色 塗過很多層顏色的這個作品 來做一下示範 這個作品本身我已經塗過很多層的顏料了 所以呢 現在我會用沙紙 那你們會問說沙紙要幾號的 就是大概220號到320號之間都可以 我會先把它撕成一個差不多像這樣的大小 大約比你的手長小一點的大小 然後呢拿的時候拿這樣子 這樣拿輕輕的磨 我們盡量都是到戶外去磨 如果你今天實在是沒有戶外可以磨怎麼辦 你可以下面放一塊濕抹布 這是一個濕抹布 這是一個濕抹布 我會把這個屑屑輕輕的 讓它掉在這個濕抹布的上面 用繞圓的方式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些屑屑 不要太用力 然後把這個屑屑敲在這個抹布上面 每個地方都要磨 當然裡面都要磨 像裡面這邊它會有一些角度 我就會把這個沙紙輕輕的捲起來 不要折 然後這邊還是有一個弧度 你就可以這樣子去磨 把它磨到整個摸起來是非常非常的細 裡面這邊呢 再拿回來這樣子 一樣是繞圓的 這樣磨了以後呢 把屑屑弄掉 然後用這個濕布稍微擦一下 你就會看到有一些不是很均勻的 就會跑出來了 就是可能是它原本的底色 這時候呢 你就再塗一到兩層就可以了 那我會把這個屑屑包到裡面 然後用布擦一下 這時候你摸起來就非常的細 像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就會再 我就會再用相同的顏色 再薄薄的塗一層 當你在整個完成之後呢 你就是再用相同的顏色 薄薄的塗上一層 塗好之後呢 你的打底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做的是 屬於傳統彩繪 就是不是直接畫法 不是防油畫技法 我會在描圖之前 我會現在上一層透明隔離劑 加水一比一 把這個底色保護好之後 徹底吹乾 然後我才會做描圖的動作 那當然你磨得細 處理得漂亮 你之後再畫的這個層次 就是會保留的更久 而且在畫的過程中 你的這個木頭本身都是非常的細緻 非常光滑 對你的畫筆也比較不會造成磨損 你的畫筆可以使用的更久 所以有一個很扎實的一個打底 其實會讓你的作品看起來更加的細緻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整個作品呈現出來 是比較質感好一點的話 當然我還是建議大家在打底的這個部分 把它處理得漂亮一點 那當然有任何的問題呢 你們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可以問我 那我當然也會盡量的回覆大家 那下一次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些 其他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跟處理的方式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